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 我们这里看到的第一套 是织鸡两端的饰品 这我们把它称为叫原始妖鸡 当时都是依托于人的身体 把这鸡就绑在身体上面进行操作 第二台织鸡是汉代的幼桃织鸡 它已经有了机架 还有了踏板 你可以用脚去踏 把你的手解放出来 使得整个织造就变得比较好 第三种子鸡我们大家很熟悉了 就是老观山旱木的提花鸡 这个提花鸡就可以储存制造的信息 支出图案出来 那么到了唐代又出现两类子鸡 一类我们把它称为叫小花楼子鸡 一类称为叫大花楼子鸡 老观山子鸡我们能够控制的中片数 在一百片以内左右 所以支出的图案大概这么高 到了小花楼 这个图案你就可以支到这样大 到了大花楼的时候 它可以支一整件的衣服的图案 甚至可以支一件龙袍 再加上这个花本它可以替换 所以当我支完了一件龙袍 另外装一个花本上去 我可以在同一个支机上面 又支出一件凤袍 所以它这个变化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了不起 听您介绍完我感觉虽然织法在不断地简洁优化 甚至现在我们按个电钮就能开始制造 但是支机所承载的设计思路 储存提花程序的意识 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就早早地给定下来了 这点特别了不起 我们现在读说丝绸之路 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能在历史上铺旧丝绸之路 问得好 这么多的丝绸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这些存储了提花程序的支机上来的 就是从这些匠心独运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当中来的 这就是我从一开始要向大家揭开的更大的传奇 谢谢大家